是什么补甲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丁石梅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不是说补甲 只能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哪一类的食品里头 它可能含甲会比较多一些 应该这样解释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那种新鲜的黄绿色的国书类 可能含甲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什么叫做黄色的呢 果树类像我们的香蕉 比如说我们的橙子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芒果 是不是它的颜色都是偏黄色的 那么它的含甲量比较高一些 而对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种类来说呢 可能是新鲜的一些菠菜 莴笋 然后呢它的含甲量会比较高一些 那么对一些食品类的 还有一些海藻类的食品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就我们的海带 还有就我们的紫菜 它的含甲量呢 除了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海藻类的 比如说我们的紫菜海带呢 它除了含点比较高之外 其实它含甲量也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这些 它的这个果树类 它的含甲量是比较高一些 其实正常人中呢 它只要能正常的进食呢 其实它都不会就是缺甲 它只会出一些病态性的情况的时候 它会缺甲 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时候 它会缺甲 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因为它这段时间的 因为它一些拉肚子呀 腐泻呀 或者它的是不能进食了 它会缺甲 这种呢可能是饮食 它就可以进行一些补甲的一个治疗 比如它可以进食一些 我们的富含 甲的这些食品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就新鲜的黄绿色的果蔬 或者如果这些蔬菜呀 就是我们这些食品不能进行这个 提供就是足够量的这个甲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进行些药品的这个补充 当然这个药品的补充 我还是建议大家进行就是 专科医生来就是指导下的一个 用药的一个指导 因为我们知道 血甲这个对我们的心脏 尤其我们的心率市场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不管是高甲还是低甲 它会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率市场 甚至呢是个 一个心脏的一个猝死的情况的一个发生的 感谢观看